你赛纳还三吹六哨的 跟理想比 那开宝马X5的人 自从买了理想29 都不愿意再开宝马X5了 你说你封田赛纳 是哪个样的对的吧 粉丝给我留言 小胡子 好好的赛纳不开了 看别人都买理想29 我也把开了两个年的封田赛纳处理了 换了理想29 结果刚用车一个月 长了就毁清了 就是一个智商税理想29 根本没有封田赛纳好 忽然觉得就是被网络 网友给忽悠了 给骗了 你可拉倒吧 这位网友粉丝啊 不是我说你啊 赛纳是哪个养个对的啊 三十多二买封田赛纳 多少都沾点单 也就是一个封田车标 我不是说你啊 那赛纳除了油耗低一点 还有什么优点呢 你要再能给我说出一样来 我都服你 车机车机卡顿 三十五万左右的MPV 内饰用料都是塑料 对得起三十五万那个价位吗 作为一个三十五万的MPV车吧 隔音的材料用的是能省折省 跑起来隔音 还没有二十多万的昂科奇隔音好 所以说赛纳车呢 是不错的 试试很好 但这个车的卖的太贵了 如果是三十个W 那还是可以的 知道吧 还是有性价比的 车的不错就是卖太高了 这位网友粉丝 我又想问你 你是咋开的车呢 别说理想R9了 你赛纳就跟理想R8 你都比不了 你赛纳还三吹六哨的 跟理想比 那开宝马X5的人 自从买了理想R9都不愿意再开宝马X5了 你说你方天赛纳是哪个阳哥队的吧 啊 理想R9主打的就是一个家庭智能座舱 无论是智能化 还是空间 舒适度 还是隔音 行止质感 那也不是你方天赛纳能比划的啊 啊 赛纳是啥 社会被鸟撂的 你没开过理想R9的人 都说是垃圾 是智智障睡 真正开过的都爱不吃手 都是好 没开过的 就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能买得起吗 是不是 你好歹也去4S店 你私价一下 你再次对这说好有坏吗 别张口就说智商睡 只有真正开过的人 才喜欢的不得了 才知道咋回事 好 我也不多说了 还是留给评论区的朋友们 勇敢发言吧 我就告诉你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 做工医料各方面 赛纳都是跟理想R9是比不了 没法比的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玩意儿 别和价格和什么理想R8差不多一样的 和理想R9差个十万八万的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城市的东西 你知道吗 能对打理想R9的车子 就是问界M9 将来丧失之后 它的自动化的一块 因为有塞丽丝华为 这个鸿蒙 自动作伤吗 它觉得是第一体对的 能和理想R9对打 你剩下就这个价位 MPVSSUV也好 你没有一个能打得过理想R9的 咱别说 这不提上税 保值不保值 咱也别说开个三近五年以后 怎么回事 就你塞纳根本就打不过 没法比 比不了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